大家好 歡迎來到紅潮秘聞 中共新華社27日十分闖絕地公布了中共前總理李克強死於心臟病的消息 從時間上看 李克強是在半夜離世 八個小時後 黨中央就驚醒了全國人 毫無準備的公告好像只是想說明一個問題 李克強是自然死亡 而簡短意外的公告還標注了符告後法 這個簡直是神奈之筆 李克強無言離世 黨媒突然公佈 也並非按照慣例 如江澤民的死 是四個多小時後公佈的 而江澤民早就是魂飛魄散的殭屍 隨時都有失去生命提徵的可能 各黨為江澤民的後事很早就已經開始準備 所有材料亦都準備拖蕩 習近平必須安撫江派 所以公佈出來時就有條不紋 不過 李鵬的死亡時間就滯後 李鵬死在2019年7月22日晚上11點11分 公佈其死亡消息是在2019年7月23日晚上將近7點的時間 這個叫做不方不亡 符合中共認為的人死如登滅的道理 有些不同的是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死亡 從胡耀邦在政治局會議上突發心臟病 到其死亡 你經近一周的時間 這是正常的心臟病發死亡的時間 其死亡引發了天安門廣場的百萬人大遊行 以及後來的六四屠城 李克強1955年7月出生 活了68歲 從上述簡短公告來看 李克強26日突發心臟病 在經全力搶救無效的過程後 27日凌晨12點10分在上海離世 至於李克強為何會走到上海 還說他休息 就有些讓人難以觸摸 按照民間的說法 李克強既然不是早餐前 當不是晚飯後死去 民間認為 只是身亡 是吉時 再說得遠一點 是投胎轉世為人 還是 我們就不去猜測了 但生命就是輪迴的 李克強離世消息發佈不到一小時後 多片懷念文章就見諸大陸網路報紙 這些第一時間的文章 不像是吐入模板的寫作 但AI的創意都好像不能排除 其中有文章稱 李克強享年僅68歲 說得有點寒酸 按照人生70古來熙的說法 只能毫不避忌地說 李克強算是短命的 總而言之 他都是為中共政權而亡 至於李克強的離世 是中國政治歷史上的一大損失 更是億萬人民心靈的巨大創傷 之類的說法 恐怕也不是很徹合實際 還有 一位真正為人民造福的偉大先知的說法 更是吐納根 還有文章說 李克強走了 彷彿世界失去了一盞明燈 一位偉大的領袖 這些說話習近平聽了絕對不好受 就算如此評語 可以為李克強 道辭遞送 創生短語 但習理矛盾 以及民眾對習近平的指桑罵壞 誰都可以感知到 其中一篇文章甚至這樣吹捧李克強 他以敏銳的洞察力和果斷的行動 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讓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這樣如何評價習近平呢 這種說法好像在暗示大家 李克強的死有疑點 而證據正在搜集中 民眾看起來很踴躍 至於是民間自發 還是官媒運作 就值得探索了 但既合官媒速度來看 就好像要擺決嫌疑一樣 切割李克強被害的猜忌 老實說 幾乎不會有人不懷疑就是習近平落的手 所以說大陸輿論陸陸續續出現 李克強悼念的文章 體駕駛十分殉猛 壓抑的輿論似乎正在找一個爆發點 並慢慢地接近當年悼念胡耀邦的最初歲月和氣氛 比如 一篇題為《非秋時節道總理》 李克強總理與世長詞的文章 別有用心寫道 周總理到趙紫陽 再到朱鎔基 溫家堡 李克強 文章提到了趙紫陽 卻刻意留了李鵬 而這些文章自律行奸 不但可以讀到對習近平的不滿 還可以感受到對新總理李強形容的同詞 神來之筆在常人中 常形容突如其來 出乎醫療 或失機無神感讓人大吃一驚 但我所指的神來之筆 一卻悲同凡響 意味著天意 如果我們將良子糾纏發揮到極致 就會發現 任何事情都有關聯 任何事情也絕非偶然 而李克強的死 就具有這種效果 68歲畢竟還算年輕 平時身體都健康 雖然中共從來不公佈領導人的健康 但李克強畢竟從日理萬基的崗位下來 應當活著 好像該死的劉雲山 即是高級專業的個人醫生 每個都是專業級別的 絕對拿捏得準確無誤 如何可能會在發病 24小時內就匆匆離世 只有一種可能 神來之筆 胡錦濤還活著 李克強確已經死去 意義就變得特別不同 2023年8月 不知道從哪裡傳出的消息稱 據傳胡錦濤去世 習近平被不發喪 害怕引爆全國示威 微博一度變灰白 抖音出現蠟燭的說法 都相當令人驚悚 這個消息多樣中共警覺 因此這次李克強突然病亡 黨會爭分奪秒 及早公佈出來以絕後患 李克強最後一搏 其實只是境外勢力的訴求喘架 2022年10月前後 中共高層反習勢力向境外爆料 掀起倒閘風暴 雖然大家都知道 受財造反三年不成 多少還是加深了習李之間的裂縫 李克強被冤屈 被外界認定 習李體制更是鈍感不妙 多個事件都讓人感覺到 習近平意圖遮蓋李克強的風頭 並將風功遺跡堆砌在自己的頭上 但李克強和習近平的矛盾加深 在外界看來就是習近平好大喜功 只允許總理生活在其陰影之下 而習近平無能才會要李克強擺正自己的位置 或許正視這場看不見燒煙的習李鬧劇 才令習近平痛下殺手 將李克強和汪洋、胡春華同時驅逐出中南海 同時啟用超齡的江派干將、韓正、安扶江是人馬 今年3月5日一段影片封傳 影片中李克強向國務院幹部合影告別 冥冥之中感受冥徒多喘 竟然直言不諱地提到中國股份 人在做天在看 被網友普遍解讀為暗指習近平 而這個震撼的決絕支持 引發了李克強會遭到習近平報復的多種猜測 而實際上說李克強的死迅速神來之筆 是要讓民眾在李克強最後的尷尬與呼嘯中 感受習近平的無奈 並因此加深對現金政權的失望 將鄙視與決裂對準當局的同時 認清中共一定會加速中共的解體 講白點一眾中共政國級官員 甚至還有106歲的元老宋平還在生 95歲的朱鎔基 還有該死的曾慶紅 李克強走了 成為最短命的總理 就是剛派肝像曾擔任過副總理的王谷 都比李克強多活了一歲 所以李克強的死是神奈之筆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點讚、訂閱、多點留言 和按下Superdance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